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辣 謝謝老師 曉得美女好辣的醫師團 揭開看診三部曲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看診會遇到哪些狀況 而拒絕看診 一步步丟掉健康呢 好辣軍團們 又碰到哪些荒唐原因 不敢看診呢 對 今天來探討的就是 有時候民眾在看醫師的時候 他也不一定會配合醫師 是 當然有很多引擎不談的 對 那指單方面嗎 不見得 有時候醫師 他也不太願意講你的事情 因為覺得很複雜 可能就轉診了 這個今天看 看診三部曲 當心一步一步 會把命送掉 注意了 好嚴重喔 來 第一個來 請看 問題太尷尬 病患不敢開口難為情 這個一般大概說是 婦科比較多的 對... 因為我之前去 我之前就是 你有 頭髮都白掉 頭髮白 那有文男醫棋子嗎 然後我 我下面跟著白 然後 什麼 你腳也變白 你腳也變白 有一些毛都變白了 然後我去看醫生 我就想說 這西醫要掛哪一顆啊 有什麼毛髮 毛髮 也沒有毛髮 對 然後我就只能去看中醫 然後去看中醫的時候 是一個男醫師 也是年輕的 然後醫生就說 你有什麼疾病 有什麼問題嗎 這是老話 然後我一看到他 我就 我最近 火氣有點大 我從來提起說 女生除了婦科之外 還有醫院 香港腳也不敢講 還是說痔瘡不敢講 痔瘡會有一點點害羞 對 太隱密了 是不是 這種都... 除了婦科那當然不用講 毛髮指甲是看皮婦科 對 其實我們聖誕科很少遇到 因為都是阿公阿嬤嘛 阿公阿嬤其實 什麼大風大浪都看過了 不會有什麼尷尬問不出來 可是我也有一些病人 是很年輕的 就是那些慢性腎絲球員 很多女生 她有一些 她們會合併一些蛋白尿 那蛋白尿 這個蛋白治也治不好 但是我們都是控制她的蛋白尿 那一天就是有一個漂亮女生 她平常控制的都很好 那突然蛋白尿本來只有一架 就突然變到三架 就變得很嚴重 那腎絲球的那個過濾率 也開始往下掉 那我就開始說 你有沒有感冒 你最近有沒有感冒 你最近有沒有吃到不對的 一些保健食品 飲食習慣 什麼生活習慣改變 她都說沒有 都沒有 那沒有的話 那我就改了一些 把藥調重 然後叫它一個月之後再回來 蛋白尿還是很多 好像沒有改善 那我就開始問她 你有沒有感冒 有沒有過敏頭痛 有沒有什麼壓力大什麼 可是她都說 她都說沒有 然後那個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為什麼莫名其妙 就會突然蛋白尿又跑出來 那可是她突然 預言又說可是洪醫師 她應該知道答案 可是她不好意思講 那我就說沒關係 一定要講 那她就說洪醫師 我問你那個 性愛過於頻繁 會不會引起蛋白尿 是很頻繁的那種頻繁 性愛過於頻繁 但我也很好奇 到底頻繁到什麼程度 對啊 她說她最近交了一個 新的男朋友 那男朋友那個慾望很強 大概一天要四五次 那有四五次 整天加起來 是一個晚上四五次 我問得很細耶 我好奇耶 這個有差 一天四五次 跟一個晚上四五次 一個晚上四五次 它絕對是 你知道嗎 我們腎臟 腎臟的那個衰退 最怕就是熬夜 只要一熬夜 隔天那個蛋白尿 就會跑出來 那她跟我講說 當然我後來發現 其實並不是那個 性愛過於頻繁造成它 而是失眠 因為晚上幾乎沒什麼睡覺 那但是這個問題怎麼辦 你又不能跟她講說 換男朋友或什麼嗎 那後來一個月之後 她再回來 那個蛋白尿就改散了 就問她說 你做了什麼改變 我當然會擔心說 她是不是跟男朋友分手 什麼她說 後來她男朋友出差去大陸了 那這個腎 所以但是我這邊在呼籲 因為我們常常中醫 那個腎虧 跟腎臟常常都搞在一起 其實我們講腎虧 常常講說 好像那個什麼性生活 過於頻繁 你就會腎虧 在我們西醫的概念裡面 其實你即使有慢性腎衰竭 有蛋白尿 你還是可以過一個 正常的性生活 但是就不要弄到熬夜 那個體力過勞 其實正常性生活 其實對於我們的腎臟衰竭 並不會影響的 她如果改 早一點 睡吧 睡 她要改四五次 就差不進去時間 對一些小女生 她們真的有時候會很害羞 那一個國中生 十三歲的小女生 被她媽媽帶進來 好 我就先問那個 因為小女生坐在椅子上 我就說 妹妹妳怎麼了嗎 她就說 我這個有一點不舒服 我問她說 那個怎樣不舒服嗎 她就說 就是有一點不舒服 就一人又只 就很緊張的樣子 她媽媽就在旁邊 有點聽不下去 就說 妳就說妳長東西 妳不是跟我說妳長東西嗎 要給醫生看嗎 這邊啊 這邊啊 媽媽就一直指這邊 我就說好 那妳躺上去整聊的床 讓我看一下 她躺上去的衣服就脫下來 脫也是脫得很慢 媽媽就站在旁邊看 很像監督 我不曉得是在監督我 還是監督這樣 我們就出去看 我說沒有摸到東西啊 又好像在這邊 我又看著摸摸 我想說奇怪了 連你自己哪邊長東西 都搞不清楚嗎 一下摸左邊 一下摸右邊 可是我兩邊摸完之後 我都覺得沒事啊 我就跟那個媽媽講 我就又跟那個妹妹講 我說妳不要緊張 在妳這個年紀 乳房正在生長的時候 有時候本來就會陰陰邦邦的 妳不要緊張 常常都不是 她就說 可是... 就一直在那邊可是... 我說好 那沒關係 如果你會擔心的話 不然妳等我看完整 我下午幫妳自己掃了超音 不過我幫妳看一下 下午的時候就輪到那個妹妹 進來的時候 媽媽又很緊張 不...一下就站在旁邊 站在旁邊看 看我媽媽做超音 我說做... 一定都沒事嘛 我開始跟妹妹講 我就說 妳看...都沒事啊 我要叫她看那個畫面 妳看她都沒事啊 妳不要緊張... 她說可是... 可是我說 到底哪裡是很不舒服是不是 那時候她媽媽的手機就響 她就去外面接一下電話 妹妹本來跟我講話都口急了 她媽媽一出去 她說馬上就說 醫生...我跟妳講 那個旁邊的乳房 那個乳頭 妳有沒有覺得 跟右邊的乳頭顏色不一樣 我一直覺得我旁邊的乳頭比較黑 妳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說妳剛剛說 妳就想講這個是不是 她說對啊 我媽在我都不敢講 妳幫我看一下這個乳頭 這個顏色到底對不對 不然啦 我講到就很開 妳知道嗎 後來仔細 我就換她看 我說原來她旁邊的乳頭 是有一點濕疹而已 其實你長期發炎的時候 你的黑色素的那個 就會增加 增加的時候 就有點變黑 其實我真的講真的 有時候大家不要就是 講到乳房的問題 不要... 不要太那個惠籍球衣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個 二十幾歲的那個女性 她竟然搞到 但是她搞到 發現問題好久了 她來找我的時候 就是左邊的乳房 整個都紅紅的 然後乳頭整個凹進去 我就問她講說 我就說妳在多久了 她說半年多了 我說真的妳有早點來看我們 她說一開始沒有這樣 紅紅硬幫幫的 我說那妳一開始是怎麼樣 她說一開始就是 我說妳乳頭摔下去 然後不來找我們 她說乳頭摔下去要看醫生 而且我怎麼跟醫生講 我說我乳頭凹進去 這不是很奇怪嗎 事實上有些乳癌 如果剛好長在乳頭底下 她會把乳頭是 所以我說妳的乳頭 突然凹下去 妳真的要小心一點點 對 這是一個徵兆 因為乳癌長在底下 會幫妳那個乳頭往下拉 好 但是如果是從小 就凹進去那沒關係 我說妳突然間凹下去的 還是趕快來看醫生 你們女生如果說 自己這樣拍完照片 給醫師看 會不會比較不好 會好一點 不會 都還是很尷尬 會不會 會說我朋友的熊腹 沒有啦 妳就是來看病 妳就講妳自己的 因為我會覺得就不要看 就是不要拍啊 就直接去看 因為她還是要促整 我給她看照片 她還是要摸 那她就看本人就好了 對啊 對 拍照一個很大的好處是說 我對著她的照片 是一週前 就現在的情形 比較 我覺得她的發展性 就對改善 對 改善或者是病人的 就是不要拍到臉啦 對... 而且這個朋友 她說不要在工作場合 滑一滑 突然滑出來了 那沒有啦 當然妳拍那個人 人家看到妳也不知道 是朋友嗎 神經病找這種照片 只要看一眼就好 妳怎麼會知道誰呢 對啊 對啊 好 那我要分享的是 我在急診時候實習的一個個案 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男生 他就來 她就說 醫師我肚子很脹 脹了三四天 大不出便 我要要一點軟便藥這樣 我就說我幫你排一個 腹部X光 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有沒有肌大便這樣 她說不用...就很簡單嘛 我就幾天沒大便 妳就開一點軟便藥給我 我在家有試過灌場 那些都出不來 妳就幫我開一點軟便藥就好 怎樣他都不肯做檢查 求救 求救學長 我說學長... 這個病人他不肯檢查 妳幫我看一下這樣子 學長就在那邊 跟他爐啊爐啊 講很久 就說妳一定要照那個X光 不然的話我們沒辦法幫妳開藥 好說歹說 總算肯去照X光 一照回來 我們看那個片子 一個燈泡在肚子裡 一個燈泡在肚子裡 對 燈泡真的是 在肚子 可以看到那個... 對 可以看到那個燈泡外觀 跟那個尾巴是進去的 可以進去的 衝屁股進去啊 那一定啊 你不能嘴巴 嘴巴塞不進去啊 對 真的 所以就... 我們就開那個影像 給他看說 那個有個異物在裡面 他才不好意思跟我們講說 他想說 是不是放得進去這樣 他有辦法贏過 對 進去 然後我們就說 你這很危險啊 因為如果是燈泡 如果玻璃破掉的話 那你這樣會有生命危險 這大燈泡嗎 不是的 很嚴重 沒有...是一般的燈泡 那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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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想知道是 他是... 他是那個玻璃的那邊 進去還是下面的那邊 你說這麼吸幹嘛 沒有... 他沒有破掉 真的很神氣啊 一定是那個往前 他是一往前 進去 碰到腸子看會不會開燈啊 對 對 對 為什麼要擠進去 玻璃不會破啊 如果你有技巧 前面塗一點潤滑油 其實你可以塞進去 沒有 沒有... 江醫師 牙刷牙膏都塞進去過的 現在那種燈泡是螺旋的 它就很像鎖螺絲那樣 你可以慢慢轉 你沒有經驗 你沒有經驗 常常會這樣自己忘生吧 你們在討論什麼 你們江醫師 這麼多人偶像 大家會回去這樣 江醫師說得我們轉 你以為情常是嗎 對啊 千萬不可以做 千萬不可以 真的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謝謝你 多多一級 ART